美豬議題持續發燒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松口表示 考慮參考日韓標準 開放韓有萊克多巴胺 也就是瘦肉筋的美國豬肉進口 引起各界嘩然 國民黨今天召開記者會 痛批蔡英文和2012年的時候立場批變 是不是出賣台灣 民進黨當初在美農的部分的時候 是在立法院把議場當作街頭 進行了五天四夜的抗爭 那個時候要求是要領解出 甚至那時候像蘇貞昌 謝長廷以及現在總候選人蔡英文 都到現場去支持 就是表達這樣子的態度 但是我們今天要問問 為什麼蔡英文 她去了美國一趟 到了USCR回來之後 到現在她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請問她為了要串取美國 對她的好感 她到底出賣給台灣什麼 七指會上準備了多種民眾常吃的豬肉產品 包括滷肉飯 漢堡 豬肉 泡麵等等 要喚起民眾對於美豬開放的危機意識 青年團執行長李正浩 更引述已故讀物專家林杰良的話說 表示國人吃豬肉的量是牛肉的七倍 因此開放含瘦肉筋的美豬 對國人健康勢必會造成極大影響